1.528特技摩托车结构分解 弓载 弹跳波箱组件 前轮组件 车体上盖 后波箱组件 电池盒组件 车体左右盖 2.更换车体组件分解 1.转向支撑键更换 车体长时间使用 左右转向支撑键 大幅度的磨损导致损坏 这时需更换配件 首先将车体协力 用十字螺丝刀逆时针旋转 直至将转向支撑键拆下 将产品配送的转向支撑键 以正确方式安装好 再用螺丝刀 将螺丝 以顺时针方向打紧 2.公载更换 打开锁公载的四颗螺丝 更换新的公载组件即可 3.车体上盖更换 先把公载组件去掉 再打开锁车体上盖的四颗螺丝 更换新的即可 4.先打开车体左盖 更换以下内部组件 分别为 转向波箱组件 后波箱组件 电池盒组件 前轮组件 对应更换新的即可 3.故障现象及解决方法 问题现象A 1.如果车体没力 解决办法 先把后波箱组件 从车体中拿出 用尖嘴前打开 后轮轴轴盖与一型扣 用十字螺丝刀 打开驱动波箱左盖 车子没力 测试一下电机是否OK 如果有问题 请更换新的 2.在正常行进过程中 一直听到卡卡的离合音 如果车子在正常行进过程中 一直听到卡卡的离合音 请更换新的 后波箱组件 问题现象B 如果一直按弹跳按键 弹跳波箱没反应 后轮一直发抖 解决办法 先把弹跳箱组件 从前轮组件中拿出 用十字螺丝刀 打开弹跳波箱左盖 检查微动开关 是否OK 如果有问题 更换新的 标记铁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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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